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没见过雪的蜜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 墨世殖民地 在被冰雪覆盖的地下城堡 一个患流感的老人跑了出来 一星期内所有患上流感的人全都丧命了 在这里的规矩是 生病就被隔离 如果一星期没有好转 要不就被枪杀 要不就自己离开这里 自山姆基氏以来 这个世界的大雪就没有停过 作为一个南风人表示有点羡慕 但是瞎这么久 还是不了 人家还想看短裙小姐姐呢 地面上的人逐渐因为缺乏食物死光了 地下的人则通过储存种子继续活了下来 像是在度过一个冰河时期 这里的人们总是谈起一个地方 蓝色的天空 浑块的鸟儿 但大家都认为那只是个传说 这天基地突然收到了五号站的求救讯息 七天前他们说要修理电台 中断了信号 没有再和山姆所在的七号站联系 一个星期过去了 信号仍然是中断的 队长立刻召集所有人开会 因为之前和他们签订了互助协议 善良的队长要带人走出地堡 前去五号站查看情况 山姆和另一个人自告奋勇一同前去 三个人踏上了这场冒险的旅程 一路上都是残败的景象 很早之前坏掉的气象改造站 踏掉的大桥 坠毁的飞机 这样的环境下 他们只能躲进飞机待一晚 明天再继续赶路 在飞机里山姆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大学刚开始的时候 她和家人躲在矿井里 逐渐的补给不够了 她的父亲和另一个男人去城里求救 但是再也没有回来 山姆认为外面的生存几率更大 但是母亲和妹妹不想离开 山姆便独自走出了矿井 幸好在冰天雪地里被欺占的人发现了 否则她现在也是一具尸体 而如今母亲和妹妹应该早就已经死在了矿井里 她仍然对此感到愧疚 第二天他们赶到了武战 发现了门口的血迹和浓重的烟味 队长执意要下去看看 另外两人没有办法 只能随行 刚下地堡就发现这里四处是血迹 还有奇怪的声音 他们打开了仓库的门 发现了一个存活的武战人员 丽兰 丽兰说他们修好天线后 接收到了一条信息 信息内容是 其他地区的人利用气象站改变了气候 解冻了土壤 但是没有种子 还说了自己所在的经纬度 但是由于信号波动 后半段听不清 武战的人便派了一个小组前去寻找 但他们没有找到那个地方 反而被一些东西尾随回到了武战 所以这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队长决定要将丽兰带回七站 但是丽兰却说他们还在这里不愿意离开 此刻他们也无法和七站联系了 他们寻着声音找到仓库 发现丽兰口中说的东西正是石人族 石人族对他们发起了进攻 七站的一个队员牺牲了 队长和沙姆立刻撤退 并且炸毁了武战 他们继续回到来时的飞机休息 队长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自己曾经亲眼见到人性的丑恶 在饥饿的环境下 没有什么事情是人做不出来的 就在第二天他们要继续返回七站的时候 没有被炸死的石人族 瞬间他们的脚印跟了上来 队长牺牲了自己炸断了桥梁 但大反派总能找到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成功地抵达了七站 人们和石人族展开了一场大战 将他们全部炸死 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类逃了出来 带着一包物资准备去寻找 在武战看到的雪荣地 他们现在的规矩只有一条 那就是生存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骑在雪中白头哦 科幻真剑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